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电影是一个必须集合众人才智才能够完成的艺术 而且很少人不喜欢看电影 有一位跟老电影谈恋爱 谈很久的影吃 帮我们到高雄电影馆挖宝 然后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打开时空胶囊 里面很精彩地记录了台湾电影的前世今生 今天很高兴邀请她跟我们一起打开电影的时空胶囊 莲文你好 惠玲好 大家好 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电影 其实要写成一本观影的书 尤其是你的书里面其实收集了非常多跟电影相关的 不管是内容还有历史上它的文化背景等等的 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看电影 其实最早说起来应该是十年前 我还算青春的时候 现在也是青春 十年前我曾经在台北的电影资料馆工作 那时候除了很开心可以做电影相关的工作之外 我竟然在那边发现了真的让我觉得会心动 而且觉得好喜欢的东西 那就是在电影资料馆视听室里面 一卷一卷的录影带跟DVD 所以我那时候就真的是一卷一卷一片一片的 就是接着接着这样借出来一直看一直看 从那时候开始就踏上了研究老电影相关主题的不归路 所以你在那里面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对所以后来说不归路是因为就是 就是抛开了工作决定再回学校再去进修 对然后就开始不只是自己亲手动手去修复啊 保存这些老的影片胶卷 甚至也会跟着老师到国外去就是跟着一些保存修复机构的人 一起开一些相关的讨论议题的会议 那时候你就发现世界上竟然有这么一群人 是把保存修复影片这些事情当作是毕生的职业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这其实是一个很安静又很寂寞的工作 怎么说安静又寂寞 就是你一定是比方说搜集片子可能在垃圾堆里面 对然后把他抢救出来 对抢救出来然后你修复片子也是一定是在小小的一个房间里面 不可能是像这样光就是开开心心出来聊天的那个事情 对可是我也在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我要做其中的一份子 所以你做了什么事 后来就是因为就是一直不停地研究相关的 相关的老电影跟电影文物的主题 所以才有办法就是有机会跟高雄市电影馆合作这本书 但其实在这本书之前已经合作大概两年 是先写一个专栏 专栏也就是从高雄市电影馆典藏的电影文物 比方说像是海报 剧照 还有宣传特刊 甚至是黑胶唱片这些文物 来挖掘其实老电影其实有很多很轻松很搞笑 甚至是充满魅力的一年 我们其实前一阵子看了一部片叫做《阿嬷的梦中情人》 他其实也月末是在谈1960 50 60年代那时候的台湾台语片 非常兴盛的时期 其实台湾的台语片一开始就是起来的是 应该是在1956年的一部薛平贵舞王宝川 这部电影之前的电影都是一些比方说是像好莱坞片 或者是日本片 或者是国民党拍的一些政治宣传 就是打瞌睡的那种电影 所以突然这一部台语片一出来 大家就觉得除了剧情高潮起伏之外 又是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 《寡日》 这是《寡日》载编上的电影 对 然后就大家都很熟悉 所以大家都就是观众都为之疯狂 据说那时候首映的台北的万华大观戏院 那个民众就把还把那个窗户啊什么玻璃都挤破了 就是为了要看这部电影 所以这部台语片一出来之后 其实整个台湾的就是台语片就大肆的崛起 各式各样就是很有趣题材五花八门的台语片全部都跑出来 像《寡日》啊 歌唱片啊 还有像是苦情的比较惨一点的那个家庭伦理片啊 甚至是喜剧电影 就是各式各样的片子都出来了 那《阿嬷的梦中情人》其实大概就是在描写1960年代 整个台语片就是风行起来的 这个时候的一个故事背景 你刚刚说其实那时候的台语片 《五花八门》创意很多 我其实在你的书里面看到一段觉得非常有趣 是《大侠梅花路》 我超爱这片语 应该大家想到就会觉得很疯狂 这个《大侠梅花路》是1961年 张英指导的一部台语片 当年一出来 它的宣传的一个slogan就是说 天然景 禽兽庄 台语童话故事片 所以你一看到这个电影就可以看到 一群真人男女 然后穿着这种动物的衣服还有尾巴这样子 然后在森林里面这样走来走去 那它的剧情大概在讲什么 其实很难想象 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讲 因为《大侠梅花路》嘛 它就是男主角 男主角就是《大侠梅花路》 那女主角就是陆小姐 那陆先生跟陆小姐 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就是太无聊了 所以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女配角 叫做狐狸精 我超爱这个角色 这狐狸精它的造型也很特别 就是一个黑色超人眼罩 加上比基尼 还有高腰装裤 还有狐狸尾巴 在那个年代这种装扮 其实算是很前卫很性感的 非常特别 也是观众一样为之疯狂 因为在一片苦情剧之中 这种电影 大家觉得实在是太有趣了 难以想象 对 然后所以你看这狐狸精这个样子 然后他们在车里面走来走去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问森林里面的其他动物说 到底是我漂亮呢 还是陆小姐就是女主角漂亮 所以她这个女配角的工作 就是负责所有搬弄是非 然后要加害女主角这个工作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哇 这个女配角未明也就是 太惊人 太有趣了吧 所以我就非常着迷 她这个配角的人物 可是很可惜 就是她大概三分之二就 被大野狼吃掉了 因为这是个童话故事 对 正义要战成邪恶 所以最后就是 就是看不到她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 哇 就是这个故事就是 既是画面非常有趣 而且这个女配角也让我觉得 非常心仪不已 在那个年代 其实 我们刚刚讲到台语片很兴盛 所以我们好像 依稀记忆当中台语片 最多拍的地方就是北投 那个时候北投大概是什么光景 为什么会是北投呢 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台语片 非常非常多剧组要拍摄 那可是因为一般的民营片场 非常少 那怎么办 就找到北投这个地方 北投是旅馆特别多 对 那 温柔乡 对 那你就是一有这个旅馆 就是整个室内景 就可以很方便拍摄 特上北投还有一些室外的 小桥流水山川 这室外景还有刚刚讲的森林 好方便 就是都可以 就是几乎室内室外景 都已经包含在里面 方便拍摄之外 还有旅馆就是包吃 包住 累了可以洗温泉 好方便 演员要嘎戏 就可以从这个旅馆 嘎到另外一个旅馆 对 所以那时候在整个北投 几乎就是很多剧组 都聚集在那边拍摄台语片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 北投有一个称号就是 台语片的好莱坞 这也就是当时 阿嬷的梦中情人 在那个整个 时代背景氛围下 在北投拍摄出来的一个 默片会很需要 我就说两个好朋友 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辨事 还有一个就是本事 本事就通常是一个 一张纸 然后有一些 像是剧情介绍书一样 对 然后剧细迷迷的告诉你 这个电影在讲什么 好 好 好